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总用那个木耳泡水嘛 然后说今天我一看也不是有点木耳 我喝酒我就拿一把呗 我也泡泡水 尝尝什么味儿 然后我就稍带顺手嘛 我就往裤头里放了点 然后你看这弄得全是碎点栏目 不是嘛 就做废了 看您拿木耳泡水嘛 那肯定有道理啊 对身体好啊 你什么都想跟我学的 你学你也没学明白 是啊 不是 那就放点木耳 放点水 那泡呗 这是木耳吗 你看我泡这什么 你看我泡这什么 你看看 不是木耳吗 不是吗 木耳 你看木耳吗 就是就是木耳 不是我就觉得体好老师啊 嗯 他跟咱这个木耳不同 嗯 是因为他把那木耳啊都煮烂了 哦哦哦 煮烂了 那看着就没有那个那个脆劲的 你看 哎呀对还让我们使劲看的 哦哦哦哦 我这一看着不得让你们见点这个 对 你瞧瞧 看看 你看这拿干木耳 干木耳 干木耳 这个啊 是这个呀 你看你看 你不知道吗你看 哦 这这还真真不是木耳 哎 他跟咱们这木耳是不太一样是吗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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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哎 哦是不太一样 他在这没卷起来呀 咱们这木耳不都是卷起来的吗 嗯 他这没有哎 不是这看着确实是不太一样 他拿的木耳咱那后边有木耳 有木耳你拿出来看看 对比一下对比一下 你放一起对比一下 来来来来到这里 来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试试蜜蜂 对对对 你看看 这是木耳 这是木耳 而且是品质非常好的木耳 来来来放这放这 哎呀这一笔还真是不一样 你看把他们两个那一放啊 是不一样啊 就是啊 是 说这铁峰老师你别卖关子了 你就告诉我们 你那保温杯里泡的到底是什么吧 是 不叫木耳这东西 嗯嗯 叫什么呢 这叫石耳 哦 你知道吗 这又来明白了 我知道 嗯 你看 都是耳 嗯 都是耳 木耳 木耳上长的 嗯 石耳 石头上长的 石头上长的 就是这道理 但是我就回想一下啊 嗯 就是我我上一回见过的 石头里长出来的东西 那是洞空的 哎呦 这叫石猴 是啊 哎哎哎 你们都别闹了啊 这东西啊它确实是长在石头上的 哦 真的啊 对 而且这个东西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嗯 在大峭壁这个殷尸的那个那个石头缝里 嗯 不认识的人看见了还以为这就是个枯叶 哦 他认识的朋友都知道 这石耳属于这个 这个有点半分弄虎了 这叫极品野生菌 哎 你看 我记得我当时吃的那道菜叫我石耳炖鸡 哎 哎呀 太好吃了 庐山就是江西这三石 嗯 就您说的石耳石鱼 这个石鸡 嗯 我全吃了 哦 太羡慕了 哎呀我吃过的 就一样 不对呀张老师 嗯 你们说了吗 石耳炖鸡吗 嗯 这个石鸡石耳不吃两样吗 这不是 哎 知其一不知其二 嗯 我跟你讲 石鸡不是鸡 哦不是鸡 哦 石鸡不是鸡 石鸡是啥 你振华哥知道 不是我卖弄啊 我给你讲一下啊 石鸡首先它是一种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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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长在什么呢 叫阴间岩壁 洞穴深处的一种蛙 嗯 学名叫疾胸蛙 它的叫声像鸡 嗯 咱不一起抓过鸡吗 咕咕咕 咕咕咕咕 青蛙哪有这么叫的 嗯 它就这么叫 它的名声像鸡 所以叫石鸡 长在洞穴里 嗯 哎呀这铁峰老师要不说 嗯 我是不懂 这铁峰老师这一说 我长知识呢 嗯 说这个石鸡 不是鸡 嗯 是蛙 你看看 那这石鱼也不是鱼 是这样吗 这胖 这胖 我这理解对不对啊 胖 胖阿姨什么时候也学会这么说话的 是啊 这这么凡学呢 这不对啊 我跟你讲 石鱼真是鱼 石鱼是鱼啊 真是鱼 跟大家说 石鱼呢 它是一种特别特殊的鱼 它也是 为什么叫庐山三石呢 嗯 它是在庐山泉水和瀑布那种水潭 它只生活在那儿 为什么呢 这个庐山石鱼对水质要求特别高 嗯 所以有人管它叫什么呢 叫天然的水质监测器 今天这石鸡石鱼是吃不上 嗯 但这个石耳 嗯 嗯 小峰老师 你得把它给我变成营养菜 哎 看老妹 都惦记我这点石耳了 行 我这也不能小气 嗯 咱就拿它做营养菜 嗯 其实吧 这几天我用这个石耳煮水是为了什么 嗯 保护肠胃 保护肠胃 最近不舒服了 没没没 我一贯提倡的是预防党钱 嗯 嗯 这几天吧 我一直忙着给大家找福利嘛 嗯 找不着就不着急啊 嗯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人一着急一上火 心情一不好 嗯 就犯胃 胃就不好 嗯 等找到了 你还得谈价格呢 是啊 对吧 盘价格啊 你们平时看的那都是表面上的 对 那背后啊 唇腔舌剑 你来我往 那且耗脑呢 是 那最近你说多忙 嗯 到现在我饭还没吃的 那你说我不得给自己 找个健康手段 是 我得不养不养 嗯 以前我就觉得这个石耳啊 吃起来这个口感好 我还吃 真不知道这有什么营养作用 嗯 嗯 我跟你说 对石耳 我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心向往直 哦 哦 为什么啊 我父亲是中医 我父亲用石耳救过人命 哎哟 这真的好好说啊 石耳还能救人 我给你们讲故事啊 我爸呀 军人出身 嗯 嗯 他有一个比他年纪要大 嗯 然后呢 级别要高 算是一个老龄的 姓胡 嗯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爸告诉我叫胡大伯 胡大伯 嗯 那老头啊 外号 老倔头 脾气特别执拗 嗯 他那个时候其实岁数不大 嗯 也就五十多岁 个儿不高 嗯 哎 这胡大伯啊 我什么时候见他 他那脸色都是辣黄辣黄 嗯 看着挺吓人 我爸给我讲 说这胡大伯呀 是江西九江人 嗯 他也是十几岁数 我父亲也是十几岁数 嗯 你看 然后呢 跟着部队就到北方了 然后 落地上的扎根 好几十年 嗯 然后怎么知道这个石耳呢 嗯 就这老倔头胡大伯 人家回家探亲 嗯 带回来的 嗯 那个时候啊 每一次只要有人出门 再回到原籍 嗯 他一定要带回点土特产 互相之间要赠送 嗯 对 比如说我父亲带点腊肉回来 对吧 你要互相赠送的 看着说实话真不起啊 是 没当回事 后来有一年 冬腊月 嗯 嗯 嗯 哎呀 下了一天一夜的雪 那时候雪怎么那么大 嗯 嗯 但是腊月下雪是急躁 对啊 瑞雪照风年嘛 对啊 嗯 但是就是在这么下大雪这个日子里 出事了 出事了 嗯 就是半夜 就这个胡大伯他爱人 嗯 哎 我叫什么呢 叫大妈到我们家敲门 嗯 光光光 那时候一家户里是住两家的 嗯 敲门 然后 我爸就起来呢 说老胡 嗯 在家吐血了 哎呦 我记得清清楚楚 吐血了 嗯 吓人 那个时候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 吐血那是老大个事儿了 是啊 是啊 当时反正我爸是什么情况 军大衣嘛 嗯 就呸着 对 那个时候穿的那种翻毛皮衣结 是 前面是那种毛的 中间那段是绿色的 是什么 大头皮 对 大头鞋 就揣进去 嗯 那个鞋当时没记带 出去踩血地里 灌全是血 对 就这边滑滑 对啊 血深呢 就往那跑 当时就是怎么讲呢 就后来我爸跟我讲这个事儿 说能让人吐血的原因 嗯 因为我们是从第三方描述 说吐血实际上就是嘴里有血出来了 嗯 那么出血的话 两个渠道 那绝对不是我们看这个影视作品里 说您这 对 一咳头 手边一捂 一拿下来都是血 对吧 对 谁不捂还没有血 对 那就是带着血捂上去 你看这拍戏呢 对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这样的血是从哪来的 嗯 从呼吸道来的 哦 哦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 直接往外涌的这个血 嗯 是从消化道来的 哦 哦 那我爸当时那也是 不管不顾的 嗯 趁衣趁裤 嗯 呸个军大衣 就往那跑 但是里头也不是很软 对啊 救人哪 嗯 嗯 我爸一到那一看 就知道 事不大 哦 哦 没事 为什么啊 他那个血 就不是像那样的 就不是呼吸道来的血 嗯 是消化道来的血 嗯 而这个血不是直接流出来的 是呕吐屋里的血 尊明胃 胃 有问题 嗯 那个胡大伯呀 多少年了 嗯 嗯 他的消化道具有问题 嗯 那时候叫什么呢 叫胃溃痒 嗯 胃溃痒 胃溃痒 那都是老上医院看病人 是 所以我爸心里有数 怪不得这个铁峰老师印象当中 他那个脸色是不是辣黄呢 嗯 还不人说是老倔头呢 嗯 我听说就是脾气不好的人 或者是这个心思比较重 压力比较大的人 这个胃肠就容易熟 就是胃不好 嗯 你看 中医讲 嗯 这个肝呢 在五行当中熟木 嗯 皮熟什么 皮熟土 这个五脏和五行相互对应 大家都知道 是 它们互相之间是相生相克的 嗯 是不是啊 那你觉得土和木之间是相生还相克 木克 木克土 嗯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 那个木得长在土里才能长出来 是 不对 土生金 嗯 金生水 水生木 木是克土的 这个人哪 只要是心情不好 嗯 压抑 消沉 一生气 一焦虑 一郁闷 一恐惧 一愤怒 叫干气饭胃 嗯 它这人就不爱吃饭 哦 哦 这胡大果 后来我这是知道 它有非常严重的胃溃痒 嗯 现在我们上医院一说说 潜表性胃炎 嗯 为啥它潜表性呢 它就那层膜 对就很浅 有点发红 所以它严重 人的胃啊是分三层的 嗯 最里边这层是薄薄的一层膜 嗯 中间这层是最结实的 嗯 但是这里边 嗯 就有肌肉 有血管 嗯 它一旦往下边走的 走到这血管这一层的话 嗯 溃痒面就已经很深了 嗯 嗯 估计痒叫什么 叫穿孔 哦 穿孔那有什么危险 嗯 它属于什么呢 还没穿孔 但是再烂一点 嗯 恐怕就要穿孔 但是一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伤到血管了 它就开始在胃里 大量的出血 嗯 什么叫大量的出血啊 哎 就手折这么粗的针管 嗯 嗯 对吧 它不像我们那儿滑小口 剩点血 不是 但是这个血 要跟食物当中的液体 混合在一起 变成血凝块 嗯 它就算是异物 嗯 人体有特点 它一旦有这种异物 第一个反应 就扔出去 这个异物 当时我们的胃就反应 就是往上吐 嗯 吐出来 这一吐 你一看见 嘴里往里喷血 嗯 这事儿太大了 嗯 太吓人了 所以人家当然着急了 嗯 嗯 那个年代 真要上医院去啊 还真就不如上我们家房的 费劲了 对 你等血停了 嗯 还得求人套车 嗯 机动车哪有啊 嗯 嗯 对吧 而当时他那种情况 据我爸说都要脱水了 还有啊 很危急 嗯 然后我爸就一下想起来 嗯 你们家不有十二人啊 对啊 对不对 还有没有了 嗯 没有了 我们家有啊 啊 给我们家送的 送没没吃 我们家还没吃呢 嗯 跑回来了 跑回来之后烧开水 嗯 嗯 然后就泡这个十二 嗯 还不能太烫 嗯 对好了之后把这个十二切成丝了 嗯 煮汤 连夜喝 嗯 大量的喝 等到第二天上午 天亮了之后 嗯 雪是没停啊 嗯 但是这一碗一碗的十二汤喝下去之后 嗯 嗯 这胡大波还真就不痛了 哎呦 哎呦 太神奇了 这十二啊 真是啊 胡大乌 让他到医院去接受规范治疗 嗯 那都是两天之后的事 嗯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还能下个胃镜 对啊 必超都没有 对 但确实是未亏啊 嗯 这就是机缘巧合 是吧 您这胡大波 嗯 从家乡带回来的这个特产十二 作为礼物 送到了您家 对 后来这十二又成了救他命的良药 嗯 对 十二看着不起啊 嗯 这都是后来研究的 我后来才知道 当时不知道啊 这个十二啊 有肝糖 这是它的物质 肝糖 胶质 铁 铃 钙 多种维生素 营养特别丰富 特别全面 李时珍在《本草纲》里说的十二啊 嗯 卢山易朵 壮如地耳 嗯 山僧彩暴溃远 嗯 喜去沙土 坐如 剩余末 家田也 这是名价 嗯 更重要关于它的功效 是 李时珍这么说的啊 说九十一色至老不改 且有明目一惊之功效 哎呦 那个元代叫日用本草 嗯 说十二 清新养胃 直血 嗯 你看 你看看 这功效啊 现在一终结 十二能干什么 对啊 能清热止血 止咳化痰 一气养阴 嗯 什么地方用它呢 嗯 吐血的用它 嗯 崩漏的 长颜立即的用它 嗯 支气管颜的用它 你是不是圈对证吗 是 嗯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老爸啊 能够集中生智 能想到这十二 是 只要跟现在 简单了 嗯 要跟现在有这种情况 打个120 拉到医院 做卫星 马上 现场电烧 电烧就给你止入了 嗯 对不对 但是千万别让我们的胃肠 走到这一步 嗯 平时你多补点维生素B6就行的事 非把事搞这么大 是 是不是 习惯问题 又能说那老噱头挺气人的 嗯 我对这个长在悬崖上的石耳 实话实说 特别感兴趣 嗯 这一听啊 石耳确实挺好 是 你看里面现在说有多种的维生素 嗯 这关键吧 是 人铁方老是跟咱不一样 你看人家呗 嗯 就知道各种食材 而且这个食材都有什么营养 这个功效 嗯 就这事儿搁我们家 就有食耳 炒吃 咱也不知道 我再当过一样把它炒吃完了 哎呀 还能惊人一兵 所以说还得看我们的节目 对 关键时刻是真的用得上 是 我去庐山的时候就光顾着吃当地的美食 对 关注点一个就是味道 对 一个就是听当地的故事 当地的朋友跟我讲了几个这个 这个石耳的传说故事 大多是形容这个石耳得之不易 被称为是天仙菜嘛 当时我记住一句顺口溜是 是 就这么说石耳症 叫三年长个八 五年铜钱大 三十年才八丈大 哦 就是这么好的东西 老铁你就是 就教着大家怎么吃它吧 是啊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家常能做的行 好做的 嗯 胃肠不好的朋友可以跟我学学这个 这个石耳鸡蛋糖 做法很简单 很方便 再强调一下 石耳当中含有多种维生素 对胃肠不适反酸呕吐 都有很好的环节作用 有这类问题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是 咱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做法很简单 嗯 准备食材 石耳 十克 鸡蛋两个冰糖适量 如果家里有这个 干桂圆呐啊 红枣枸齐啊 也可以放一些 这个石耳呢 得先用温水泡放 然后水里啊 少加点盐 反复的搓起这个石耳 把沙子和泥土搓进 然后把大块的石耳要掰成小块 接下来呢把鸡蛋打到碗里用筷子把它打散啊 这些都是准备工作 完成之后 在炖锅里加适量的清水 大火烧开 转温火 然后把石耳放进去 桂圆红枣放进去煮个三五分钟 然后再慢慢的淋这个鸡蛋液 最后呢再加一点点薄芡 我们叫水淀粉 再加少许冰糖 温柔火烧开之后 下口旗就可以出锅了 那铁木老师啊 铁木老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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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不少呢 嗯 这儿有位位友叫茶仙 嗯 他说 铁木老师好啊 真希望你们能来我们江西九江做客 哎呀 对对对 酒江的朋友 嗯 他说我们这儿啊 那除了时耳时鸡时鱼啊 那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呢 嗯 比如说庐山的云雾茶 云雾茶 知道 庐山的私竹化联 对 说等今年新茶下来啊 嗯 给大家寄一些过来尝尝鲜 哎呀 谢谢了啊 嗯 说这个食尔啊 在我们这边是一点不陌生 嗯 吃了这么些年 但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营养 嗯嗯 他说自从看了铁木老师的节目啊 他是现在常吃黑木耳 对 因为他血糖比较高 嗯 就常吃木耳比较有用 而且 他说了 跟食尔相比 他更喜欢吃东北木耳 嗯 但是呢最近有这个口腔溃扬的问题 他说您看看吃点什么 嗯 老铁您看这食尔啊 对我们北方人来说是很新奇的东西 但在九江 那就是很常见的食材 对 我们不当一回事的 黑木耳在南方的朋友眼睛里 倒变成好东西了 这是咱们的祖国 这是地大物博 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 不论南北 想吃什么都能吃到 现在是真好 真是 哎 现在多好 是 路边无野草 会吃就是薄 对 哎 跟着我们学吧 嗯 每种食材都有它不同的营养功效 嗯 怎么吃对大家身体好 找我就对了 嗯 对不对 你像刚才他说的口腔溃痒 嗯 补维生素B2啊 嗯 什么样的食材富含维生素B2啊 嗯 油菜 嗯 白菜 菠菜 嗯 污笋 嗯 嗯 遍地都是的东西 嗯 对吧 还有 最近是不是上火了 人一上火一着急情绪不好 或者是吃了太多辛辣刺激的东西 也会导致口腔溃 嗯 嗯 那么调整情绪 保持清淡的饮食 嗯 这是一种习惯 另外呢 你也可以外圆性地补充一些维生素 嗯 都是很好的办法嘛 嗯 我这还有一位微友 他叫幸福美满 嗯 他说了这个食尔啊 也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啊 它长得其实和沫尔差不多 挺像 用水一泡 立刻就有一股 就像小时候咱们吃那个五香豆 就像那味 哦 他说他以前就没吃过 就他出去旅游啊 就听说好吃 嗯 然后回来就在网上买了 用这个食尔来炖这个肉 哎呀哪 特别香 老好吃了 哎 这都跟我学的 老好吃了 哎 其实食尔现在真是像我们说的啊 嗯 很多地方是不常见的 对 但你下不住现在这网络太沙巴了 是 那网上什么都能买到 嗯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食尔不光好吃 真的很有营养啊 嗯 哎呀突然间想起来 我去江西演出的时候 主办方啊 给介绍了一道传统的名菜 就属于干菜吧 嗯 也是这个食尔做的 我突然想起来了 叫如意食尔 哦 那个菜啊 黑白分明 鲜嫩清爽 吃了第一口 还想吃第二口 第二口 没问题 还想吃一顿 嗯 郑华哥我跟你说啊 嗯 就这个菜 我们电子菜单里有 是吗 哎 教过大家 但是我们在节目里虽然没有呈现过 但是电子菜单里是有的 嗯 大家啊 真要感兴趣 像郑华哥说的这样 扫一下我们的电子菜单 扫码 嗯 按照电子菜单的要求 你就可以学着做 啊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如意食尔啊 嗯 蛋白质非常丰富 嗯 脂肪非常丰富 维生素非常丰富 无基盐 嗯 对吧 它在供效什么呢 清热凉血 滋阴不血 嗯 卡血的 牛血的 嗯 病后体虚的 都可以吃 嗯 嗯 再说一个微信吧 这位朋友叫 人生 嗯 他说嘴唇干 有时候还脱皮 嗯 说究竟应该补充点啥 问铁虹老师说 他看网上有专家说 啊 说啥都有 说有 让补维生素A的 让补维生素B2的 他也不知道咋办了 给说糊涂了 嘴唇干裂 因为我们是通过微信表达的嘛 它其实有很多原因 嗯 它跟很多种维生素的缺乏 都有关系 嗯 缺维生素A真的可以导致嘴唇干裂的 嗯 是可以的 维生素B2缺乏也可以的 哦 为什么有的人说这个补维生素A 有说补维生素B2的 嗯 那就说明看给你出主意这个人 从哪个角度出方 嗯 我毕竟连面都没见着 我只能建议你综合平衡 嗯 可以都补嘛 嗯 还有 一定要多吃蔬菜 水果 要新鲜的 嗯 嗯 这是我们补充这个维生素 最主要的一个来源 嗯 还有呢 补充维生素C 嗯 平衡免疫 嗯 另外刚才这个叫人参啊 嗯 是叫人参啊 对 嘴唇干裂之后啊 一定要抹点东西 嗯 抹什么呢 蜂蜜 蜂蜜 哦 嘴像抹了蜜一样对吧 哦 抹蜂蜜 但别抹完就放那放着 嗯 二十分钟给它舔掉 嗯 哦 这样嘴唇就会变得很滋润 嗯 比唇膏好实 哦 别抹唇膏了 在我嘴上停不了两分钟 我说二十分钟 两分钟就没了 他们都会舔了 舔的嘛 今天也差不多了 今天咱们就先说